荃灣和南區關愛隊在今年年初五月已率先起動 而兩區關愛隊自成立以來 亦積極接觸區內居民及提供關愛服務 例如他們探訪了獨區長者、三毛大廈等 亦向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 並且向他們介紹社區資源及公共服務 而其餘十六個區關愛隊 亦在今年的第三季即九月時完成輪選的工作 民政事務總署現在主要透過八間小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提供多種形式的支援服務 協助小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 而為了進一步加強服務 民政總署明年會委託非政府機構 在九龍中和新界東分別增設一間支援服務中心 令全港的中心總數增加到十間 政府亦邀請這十間支援服務中心 各設立一隊的小數族裔關愛隊 希望透過在地區的小數族裔社群網絡 和經各地區關愛隊轉介的個案 探訪小數族裔的住戶 建立聯繫 向他們發放重要的政府信息 了解他們的需要和介紹所需的公共服務 下個月 走斷 旅程 下個月 下個月 於盡量 下個月 要準備 這周族裂 下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